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喊起来了 说我做生意怎么变不厚道了 还说我杀手 被人投诉 商户报警 看到了个黑影闪过去 凌晨两点左右 骑着电动车离开 没什么愁 也没什么眼睛跟别人 深夜黑影为何频繁出现 我就哭了 我咋跟我家的交代啊 来一下甩倒了 甩倒以后呢 这个说心里不舒服 您从哪出来的 哪个小区 东西丢了 老人摔倒 不认识路 遇到困难找民警 大风降温后 气温有回升 风力不大 最高气温在三度左右 周末还有冷空气 冷气下来之后呢 一定会出现 北到西北风三到四级 就是争分夺秒 去争取每一秒 甚至零点一秒的时间 咱们今天开展 步骤十楼训练 争分夺秒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来看详细内容 明天是第十一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今天 文明交通主题街区在文化中心广场开街了 通过多种形式倡导市民 文明手法出行 车速不快 可以不计安全带吗 在文明交通主题街区 设置的体验环节就告诉大家 不计安全带 危害有多大 安全带的要求就是要从肩膀穿过 还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注意 现在是模拟 时速迈的时候一个冲击力 稍等一下 准备 怎么样 感觉 这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 没有安全带我可能就飞出去了 对 这倒是 如果是安全带对咱们人体 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上车要系好安全带 所以 前排要系 后排要系 全程系也要全员系 不少交通事故是由于视线盲区导致的 在活动现场 市民走进大型车辆驾驶室 直观了解到底哪些区域不安全 交通事故来看呢 这种大型车辆和行人或者飞机动车 因为盲区 右转盲区的这种事故 是十分多发的 你可以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那么咱们模拟一下 你是这辆车的这个驾驶员 那么通过这个车的右侧的反光镜 你可不可以看到车下有任何的障碍物呢 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是吧 但是现在请你站起来 看看车下能看到什么吗 三个锥筒 三个锥筒 对吧 可以看到这个车的右侧 实际上还有两个锥筒 那么我们把这个锥筒呢 可以模拟成咱们的飞机动车或者行人 在开车的时候呢 特别是到右拐的时候 一定要减速 让行 然后呢 去观察右侧 车辆右侧的这种飞机动车或行人 有的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 有的是看手机 甚至有的是把手机架在这个车的前面 进行看电视剧 因为在开车的时候呢 分散了注意力 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文明交通主题街区将持续到本月6号 现场还设置了杜绝非法改装 拒绝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警示 让市民直观感受 不文明交通行为对生活的影响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本台报道 去过农贸市场的都知道 这里货品不仅种类丰富 而且价格实惠 每天交易也很繁忙 在市场里经营副食品批发的赵先生 是做买卖的一帮好手 诚信经营 很多客户都信他 可最近他遇上个麻烦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拍案说法 每天天不亮 这市场里就开始人来人往 拉货的车是一辆接一辆 这天干了十几年 负食品批发的老赵刚达成一单 正备货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听起来很生气 直接冲我喊起来了 说我做生意怎么变不厚道了 还说我杀手 什么骗起来老客户了 凭良心说我干买卖 一直想要呈现点字 这都给我说梦了 此时老赵听的是云里雾里 心里也是有点着急 虽然都是老熟人 可被对方这样一说 面子上还是有点挂不住了 这货物怎么会少了呢 问了一圈 都说正常发货 前一晚上都被齐了 堆在门口 早上单子 直接让他们去门口拉走的 不会缺金少两 一方说没少东西 一方咬定少了两仙货 这就奇怪了 老赵赶紧就把店员找回来 问了半天 当问到早上有清点过货吗 店员的回答 让老赵一下子急了 店员压根就没清点 我都不知道跟他们交代过多少次了 还会出现这种错误 按照流程 早上肯定得清点 才能给别人交差 这个店员就是偷懒 以为前一天晚上弄完了 就万事大吉 因为平时走货量大 为了省事 老赵晚上都会把一些货品堆在门口 每天早上发货也早 中间没隔几个小时 几乎很少出现货少的情况 老赵再次找到客户核实 一盘点货确实是少了 虽说这东西值不了多少钱 可这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名声 不能就这么毁了呀 老赵反复以思量 这不行 这事得报警 被偷的这些东西都是遍地店里 很容易买到的 谁会大老远来到这人多的地方 偷走这些东西呢 现场痕迹被破坏了 民警决定调取公共视频 查找线索 店里的监控汤头 拍到的画面根本看不清 案发时间又是深夜 光照不行 画面太黑了 有用的线索很少 赵先生丢的东西 有辣酱 午餐肉 罐头 还有不少调料 都是一些日常的食品 案值并不大 窃贼半夜作案 就是为了偷这些东西 真相会是这样吗 虽说案值少 可就算是一针一线 那也都是群众的财产 不容有失 民警决定继续扩大调查范围 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这时候又有了突发的状况 正当我们还在调查的时候 转天一走 又接到张顾赵某的报警 说东西又被偷了 还是他家 丢的东西还是食品类 这次我们店员在清点的时候 发现少了七香 辣酱跟午餐肉 您说这咋又惊认我们家的 我跟您说啊 没什么愁 也没什么样不跟别人 民警到达现场 对案发地进行了详细勘查 可一大早 交易市场的清扫工作 把嫌疑人的脚印足迹 早已打扫得是一干二斤 有价值的线索基本上没有 不过这次民警调取公共视频时 发现了一个黑影 看到了黑影闪过去 看着行动挺敏捷 应该是年轻人 不过其他面部特征啊 衣着啊还是太黑了 仍然看不清 案件陷入了僵局 这到底是谁偷的 他还会再来吗 针对这个黑影 民警扩大了公共视频的搜索范围 这一次能有新的发现吗 这是凌晨两点左右 您看这个人啊 他从市场骑着电动车离开 戴着帽子和口罩 遮挡得很严实 面部还是看不清 举止看着也是鬼鬼祟祟 你看这个电动车上 应该是装了不少东西 比较古 市民不会这么早 来市场买东西 要说是批拔商户吧 这个量有点小 而且一个人 这个人影的出现 给了民警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他会不会就是伸出黑手的那个人呢 这次公共视频中 也出现了交通工具 他总得骑电动车离开吧 他会经过哪些路段呢 民警立即扩大视频追踪的范围 综合两次的情况 我们发现 行业人具有很长的反侦察意识 第一次几乎不露身影 这次又都是沿着小路逃窜 公共视频的画面断断续续 沿途路段又缺少监控探头 难以追踪到对方 给我们侦破带来的很大难度 案件一时陷入的困境 不过民警分析 这个人对周边的路况很熟悉 甚至知道如何躲避公共视频 那他肯定就在交易市场待过 丢失的物品变卖的可能性比较小 更没有说有什么收藏的价值 我们起初怀疑是不是有人恶作剧 或者见商户赵某生意好 心生嫉妒 这个绝对没有 我们这周边都是做买卖的 大家都是和气生财 有事谁家忙 帮忙还照喊个生意 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走访 基本盘出了身边人作案的可能 商铺店员也都表示 没有跟什么可疑人员接触 下一步我们就打算守株待兔 这名男子作案比较频繁 可现场有效信息确实太少 民警决定继续遁守 一直到凌晨三点 店铺周围还是没有出现 嫌疑人的身影 不过几天之后 嫌疑人再次作案 这次偷窃的还是赵先生家的货物 查看公共视频后发现 这次嫌疑人更改了逃窜路线 也是经验丰富 不过结合对方身形和走路方式 我们通过查看大量的公共视频追踪 基本确定了嫌疑人的信息 另外也看到了这个人的衣着 穿了一件深棕色的外套 由了这名嫌疑人的基本轮廓 接下来民警就细查他的行踪 通过对公共视频的分析研判 终于找到了他的落脚点 他住宿在一个小区里 出入小区的时间 跟正常坐梯都不一样 总是凌晨骑着电动车 带了一包东西回来 案件到这里 是不是就尘埃落定了呢 只差抓捕这临门一脚了呢 可蹲守的民警却发现 在他租住的地方 出现了另外一名男子的身影 这个人又是谁 难道嫌疑人还有同伙吗 发现嫌疑人还与人合租 我们就暂时停止了抓捕 不过通过几天的遵守发现 合租的这名男子 坐骑时间比较规律 也有工作 看着也比较忙 跟嫌疑人不熟 通过分析研判 民警确认 这几起盗窃案 都是嫌疑人李某一人所为 确定了这一点后 民警立即行动 展开抓捕 抓捕嫌疑人李某之后 民警在对方的住所找到了部分的被盗财物 面对民警 李某却说自己拿东西是因为个人恩怨 明明是盗窃行为 李某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原来这个李某跟商户赵先生还是旧相识 经过讯问 我们了解到 这李某之前 是在赵先生这店里边工作的 一个月之前刚离职 离职原因就是这个李某 嫌老板给他安排的工作量太重 工作又少 总是偷懒 老迟到还找一堆理由 老板看不过去 就说过他几次 他这个人 面子上可能觉得挂不住了 就辞职了 但心里还更更运怀 就觉得自己受委屈了 因为熟悉这家店铺 存放货物的方式 跟这个店里边安装 监控探头的位置 出于报复心理 他就有了这种偷东西的想法 嫌疑人交代 他作案多次都是同一家店铺 除了这几次作案之外 还有一次作案后 店主根本就没有发现 目前嫌疑人李某 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如果他觉得这个工作量重了的话 他可以和老板去谈 意见没有达成一致 可以选择的方式也有很多 比如说劳动仲裁 而他选择这种盗窃行为 就已经触犯了刑法 后果反而更严重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我们接着往下看 张女士接到了一通 自称民警的电话 她立刻挂断了 由于平时比较注意反诈新闻 所以张女士认为 这是冒充民警的诈骗电话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跟他想的不太一样 一想到之前的反诈宣传 她没等对方把话说完 就赶紧挂断了 可不一会儿 张女士的手机又响了 接通一问 还是之前那位民警 此时的张女士脑子有点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民警通过身份证信息 查询到一个关联手机号 而接电话的正是张女士 这个施主呢 防诈的意识太强了 他一说表明 我们是公安机关 就把电话给撂了 然后我们又尝试 第二个电话打过去 换了一个手机号 听了我们说了两句 还是觉得是诈骗 咱们民警在他挂的时候说 等一下等一下跟他说 你要不行 核实一下 因为接电话的是一个女性 施主呢 是一个男性 初步判定应该是他的家 这下明白了 张女士赶紧给儿子打去电话 一问 果然孩子在乘坐地铁时 不小心丢了包 民警帮着妥善保管呢 赶紧去认领吧 您松一下 您这太大意了 走的时候着急 然后客戴注意 这是让我们这个 特大人员给打到了 谢谢您 辛苦 没事 一感谢这个就是民警 一感谢地铁工作人员 就是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要不然这里真的是很麻烦 确实很感谢 乘坐公共交通 随身物品太多 也容易出现疏漏 这不 曹大娘前两天 从医院给老伴取药 乘轻轨回家 这心里装着事 脑子也跟着走神 下车时 拉东西了 两大包子那个中药 我就包放在一起 我下去我就想到 接我那个孙子 我说孙子快放学了嘛 我就醒一早急 我就挤接个包 其他个两户中药 我就给他一挂 我就下车了 一下车我就想到 我的东西跟他扫一样了 看着列车室离站台 曹大娘可急坏了 包还在车上 里面装着他和老伴的身份证 医保卡 银行卡 还有两千多块钱呢 很快站里巡逻的民警发现了曹大娘 了解情况后 迅速通知沿县各站工作人员 帮忙寻找 附近一问呢 那边现在就在我们台湖路站了 然后带领大娘 又到台湖路站 大娘经过签验也 发现包确实是她的自己包 当时大娘挺激动的 以后可别着急了以后 以后再下车时候看看 好行 别把东西都忘了 别东西忘了多着急 本台报道 今天风力逐渐减弱 本市气温有所回升 可毕竟已经到了冬天 冷空气活动 接下来还是会比较频繁 市民要注意添加衣物 防寒保暖 较前两天相比 今天白天 随着户外风力减弱 站在阳光下体感暖和不少 从第一形势来看呢 在转空气了 中午前后结束了 今天一届仍然维持一个 晴天动云的天气 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 市区呢在零下6度左右 北部呢在零下9度左右 长起来看呢 明天的天空状况呢 是一个晴云冬云的天气 风力不大 最高气温呢在3度左右 是一个持续回升的一个趋势 尽管气温有所回升 但是后劲不足 提醒大家不要着急捡衣服 而且根据气象部门监测 未来两天本市还有一股 弱冷空气活动 明天的后面夜到3号白天 有一股弱的冷气呢 将一流向本市 天空状况呢 是一个冬云为主 冷气下来之后呢 一定会出现 北到西北风 三到四级 这冷气的湿天呢 虽然比较弱 但3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 在2度左右 还是有所下降的 这次冷气过后呢 在4到6号呢 天气呢 当然是以气为主 气温缓慢的回升 预计下周二前后 本市最高气温 回升至5到6摄氏度 但是紧随其后 仍有一股冷空气的补充 伴随风力的加大 市民外出 还是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本台报道 有一位老人摔倒在地动弹不得 当时周围车来车往的 情况比较危险 巡逻的民警发现之后 赶紧上前询问老人情况 当天我们在巡逻过程中 发现一名大娘甩倒了 当时大娘爬在地上不动 表情特别痛苦难受 民警询问得知 当天老人着急出门办事 就小跑了几步 没注意看脚下 一不小心就摔倒在了路边 几分钟后 120赶到了现场 民警和医护人员将老人 抬上了救护车 担心老人的状况 民警陪着老人上了救护车 一同来到医院 路上还帮忙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他摔了一跤心脏不好说 没啥事啊 这紧张啊 已经给你儿子都打完电话 都联系完他了 稍微签个字给我 那签转过去了 我们通过网络员 跟家属也联系上了 家属说不再事业相伴 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我们就想陪大娘做检查 而且给大娘垫付旅药费 等检查过后 医生说大娘的赏情稳定了 而且家属也到了现场 我们看大娘没事 这就放心得早了 目前老人的身体 已经没什么大碍 被孩子接回家中 本台报道 在地铁六号线路水道站 有一位老人迷路了 执行中的民警见状 立刻上前 帮助老人联系家人 您从哪儿出来的 哪个小区 听不见 您家里住哪儿 就住这个下了 这个地铁 这儿是路水道地铁站 是从这儿下吗 然后从这儿下完之后呢 去奔哪个方向走 我送您回家 您从哪个小区出来的 您这包里面 有没有联系方式 身份证有吗 老人自己一个人在站厅 周围也没有家属陪同 通过与老人的简单沟通 发现老人神情比较慌张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家庭住址在哪儿 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去 就在这时 民警发现 老人随身带着一个小夸包 赶紧让他在里面找找 看看有没有身份证件 老年卡也行 这是老年卡吗 这不是 这不是 您再找找 这是吗 这也不是 这也不是 看有没有你家里的联系方式 有身份证 对 您把这给我 这个 把这给我 然后把这放好 麻烦你们啊 没事没事 上屋里吧 这儿忒冷 上屋里坐会儿 扶着大娘 上屋里坐会儿 对 没事别客气 别客气 别客气 走 屋里还是暖和一点 安顿好老人之后 民警通过老人的身份信息 查找到了老人家属的联系方式 大娘 大娘 是您什么人 我的外孙子 他在天津吗 什么 他在天津市吗 他就在这里 好嘞好嘞 可是打了半天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经过几番周折 民警辗转连续上了老人的一位远房亲戚 我是那个公交分局地铁派所的民警 您您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奶奶叫 您认识吗 哦 有有 他不知道是啊 从哪坐过来坐到我们地铁站了 现在啊找不到家里了 地铁站呢 对对对 我这样吧 你出个词跟他对你说一下 行吗 行行行 好嘞好嘞 半个小时后 老人的女儿赶了过来 妈 这是您什么人 妈 你怎么还敢大胆呢 妈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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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嘛 行了行了行了 别着急 别激动 这不着急了 通过与老人女儿的了解 得知 该名老人下午四点 从家里一个人出来了 家里人也不知道 正在焦急的四处寻找 我们都推着嘴鱼这么早 没走那么远 都想不到你知道吗 我们家住在前面那 哎呦天 我给那个大娘说是他的外星 外星的电话 吃外语 谢谢啊 别客气 家里边人都着急的 正在找您 都报警了 在您家那块都报警了 下回啊 您可千万别自己出来了 好吗 大娘出来 已经三个多小时了 有点体力不支 民警赶忙找来轮椅 把她推出了地铁站 直接送上车 谢谢谢谢 慢慢洗 慢点慢点 谢谢感谢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外出 在老人衣服口袋内放入制作的身份卡片 如果家中老人走失 请立即拨打10报警 以便老人及时得到帮助 本台报道 时间就是生命 在消防救援中更是如此 张凯是滨海高新区雾华道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 他创新作战模式 用生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张凯 滨海高新区雾华道消防救援站指导员 工作9年来始终奋战在一线 他所在的消防救援站位于华院查业园 虽然只有3.5平方公里 但有10个企业园区44座写字楼 相比普通建筑 写字楼内部人员多 结构布局复杂 设备密集 可燃物多 单靠现有的消防梯等器械 从外部救人难度非常大 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 张凯总结了一套内供救援方法 消防队员从建筑物内部疏散被困人员 并依靠企业的微型消防站 内外联动灭火 内供救援 首先得对建筑物结构了如指掌 在张凯的书柜里 一直存放着8个笔记本 里面详细记录了 辖区内44座写字楼的高度 面积水源 疏散出口等基本信息 和建筑物平面图 疏散图 水源图 这些都是张凯平时自己总结下来的 如果我们对建筑内部不熟悉 消耗大量的时间 火在发展过程当中 一旦突破了它的初期发展阶段 它的发展速度会特别的快 有的可能会达到 4到5米每秒钟的蔓延速度 所以说在我们灭火救援过程当中 我们是和时间赛跑 所以说这也就要求我们 就是争分多秒 去争取每一秒甚至0.1秒的时间 咱们今天开展 富重10楼训练 内公助员想要达到最佳效果 关键还得看每一名消防队员的爬楼速度 为此体能训练 张凯也是亲自带队 富重上楼 富重单杠 楼层垂直铺设水袋等 这些跟高层建筑相关的训练科目 张凯对队员们的考核标准非常严格 对富重10楼必须在1分钟以内 实现从1楼到10楼的登顶 能够快一秒 我们就能够有效地把火势控制在前一秒 企业微型消防站 在初期火灾事故铺救和救援疏散行动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张凯的推动下 雾华道消防救援站 跟10多家企业成立共建机制 一方面 消防队员定期到辖区企业走访 指导消防器械使用 帮助企业一起排查安全隐患 把企业的消防救援站 变成消防救援的延伸力量 另一方面 让企业员工走进消防救援站 跟着消防员一起参与训练 增强实战本领 右手 那个气平板 怎么打水袋 灭火锯怎么使用 包括这个应急失散 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 防患与未然的重要性 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 流血流汗 就是当老百姓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尽全力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台报道 为提升儿童的健康水平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了三岁以下 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 对0到3岁的婴幼儿的养育照护和健康管理 给出了建议和指导 0到3岁这一阶段的健康监测 对于孩子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它整个的一个身体 包括心理的一个发育 是在一个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 并且它会避免以后 包括成人期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 包括糖尿病 甚至包括抑郁症的 会减少这样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 在三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中提到 父母是婴幼儿养育照护和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掌握了科学的养育照护理念 才能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那么应该怎样为婴幼儿 家庭养护对于孩子来说是更重要的 先是喂养的问题 那么现在建议呢 零到六个月之内的孩子 都是建议母乳喂养 六个月之后呢 是缺铁性贫血的一个高发的一个阶段 建议尽早的去添加相应的腐蚀 那么遵循一个由少到多 由细到粗 然后由单种到多种 这样的一个原则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需要及时的去添加维生素D 不足的话 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个维生素D 缺乏性的一个沟漏病 除了重视生长发育监测 营养与喂养 零到三岁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还离不开交流与玩耍 指南中明确了交流和玩耍 是婴幼儿养育照护的重要内容 有利于提升儿童体格生长 和运动能力发育水平 同时促进心理行为和社会能力的发展 对于两岁以下的孩子来说 不建议用任何的电子屏幕 包括手机 包括电视 然后对于两到三岁的这样的孩子的话 一天总的时长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那么单次的 尽量不要超过二十分钟 三岁以下 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还强调 良好的日常生活照护 是促进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基本保障 要培养婴幼儿健康的生活方式 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 那在这方面 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零到三岁呢孩子本身的免疫力相对来说也是特别的低下的 所以这个阶段呢很多孩子一些呼吸道疾病 包括消化道疾病发生率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首先第一个要适当的包裹 适当的穿衣和包背 不能给孩子舞太多 家里的大人如果说有相应的阵容 那么尽量的也要避免去接触孩子 最好是多喝水 适当饮食 适当运动 眼下正值冬季 室内室外温差较大 零到三岁的婴幼儿也急易诱发呼吸系统的疾病 指南中也对养育人如何识别危重症 给予了指导和提示 一旦婴幼儿出现精神状态较平时差 进食量明显减少 不能喝水或吃奶 抽搐 频繁呕吐 呼吸加快 腹泻水样大便持续两到三天 就应及时就医 本台报道 张俊荣80后的农业干部 他主动参与天津原肝脱贫攻坚 在本职岗位上做好农业新品种推广 张俊荣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帮助农民提高收入 2019年7月 张俊荣作为天津市第三批原肝干部 来到甘肃庆阳市振原县 挂职县里的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经过前几年的东西部扶贫和对口支援 天津已经在当地投建了一些项目 如何让农民能搭上项目的小火车尽快致富 他展开调研 发现有的项目推得快 有的推得慢 问题在哪呢 他采取每月专报的形式 让天津和甘肃两地相关部门及时知晓 合力解决 详实到了日期 人物名称 数据个数 还有就是时间节点 以及现在的进度 未来什么时候节点能可能结束 投资金额有多少 都是来源于哪里的 我一五一十地在上面都罗列清楚 我的目的就是便于我的工作 能够扎扎实实的开展 能够让咱们天津 能够及时高效地对接 做好精准扶贫 关键是要把扶贫对象的情况摸清 为此张俊荣定期走访 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 当地方言难懂 张俊荣就把和普通话意思 差距较大的词汇 一一地标记下来 写上拼音 长写长背 仅用三个多月 他就能听懂多数方言了 半年的时间 就能和当地人用方言交流了 扶贫三年间 张俊荣和天津原甘干部们 走遍了镇原县每个村 根据当地的实际 制定一村一测扶贫方案 经过多方考察论证 他提出把肉兔养殖 作为重点帮扶产业 前后筹措资金140万元 帮镇原县建起了万只 肉兔养殖合作社 及饲料加工车间 协调落实 旌旗笼上行签约项目 帮助当地引进企业投资建厂 填补产业发展空白 也创造出了更多就业机会 2020年镇原县摘掉了贫困县帽子 去年7月张俊荣结束原肝工作返回岗位 承担起静海区经济薄弱村的帮扶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 今年静海市中了高产抗病的新品种 马兰一号 眼下小麦即将越冬 他们的冬莞跟普通小麦一样吗 有哪些技术要点呢 张俊荣制作课件 开培训课 用给农民听得懂 记得住的大白话来讲解 爱农村 爱农业 爱农民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在他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 扎到田间地头 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连农带农 通过我们的努力 提高农业效益 推动农村发展 增加农民的收入 百善孝为先 赡养老人回报养育之恩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更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 下面这个案例 是养女因为不赡养父母 被告上了法庭 一起来看今天的大家说法 他们自打领养我 就不是合法的 没那个家庭条件 为什么还要收养我呀 我把他养大 出钱给他办了婚事 管他们小两口 又是吃又是住 现在不认账了 我是1986年 经过熟人介绍 受养的被告 别看我们两口子 这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对他我们可是一点也没保留 家里凡是有点好吃的好玩的 都记着他 我们两口子文化程度低 我爱人又常年的吃药花钱 所以后来就实在供不起他了 好歹啊 撑到了2003年他初中毕业 他这个白眼狼啊 不说好好挣钱孝敬我们吧 还找了个窩囊老公回家 更可气的 是我爱人住院时候 他们连看都不来看 一分钱都不掏 您别听他卖惨 我自打出生期就被人送给了原告夫妻呀 受养 可是他们连个合法的受养手续都没有 别人九年上完的学 我呢愣是花了十一年 还不是因为他们夫妻俩 天天跟我念叨 别上了 出去上班挣钱吧 还跟我说 有本事 你自己办公办都啊 我那时候成绩那么好 如果继续上学 肯定比现在强啊 说的好听 他们跟我办婚礼 其实啊 他们就是爱面子 害怕别人在背后啊 说三道四 你好意思吗 你也不看看 你找了个什么人回来 要骂没骂 好事懒做呀 还没能耐 为了这个办婚礼啊 我们夫妻俩啊 前前后后花了二十万 亲朋好友的红包全都抢走了 说什么是为了补 他们给我们办婚礼的窟窿 可是他们收走那些红包 怎么说也比二十万多呀 我们没找他们要钱就不错了 现在我爱人去世了 我也老了 法官我要求正式和他断绝关系 并且让他补偿我 我们收养他期间 所支出的生活费 教育费 和办婚礼的钱 一共五十万 我学历低业 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养自己都费劲 让我给他养了 门都没有 本院认为 原告及其妻子 于1986年将被告收养为子女 并继续履行了养父母的义务 原告虽没有办理收养登记手续 但该行为发生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 且该收养行为经原告的亲友 以及当地群众的公认 应当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 养父与养女的关系 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 且无法共同生活 被告没有尽到养子女 对养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 存在遗弃原告的情形 故对于原告主张 解除收养关系的肃请 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118条的规定 原告可要求被告补偿 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 判决如下 一 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收养关系 二 被告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补偿原告 抚养费40万元 日常生活中我们离不开自来水 而保障自来水厂的正常运行也离不开电能 日前天津水务部门启动了光伏发电项目 水厂用上了自发电 这里是天津水务集团金冰水厂的光伏发电项目现场 您眼前看到的这一块块黑色的方板 就是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光伏板 据了解 金冰水厂光伏发电项目从11月9号开工到现在 已经完成安装光伏板1.2万块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变电和增压设施的安装调试工作 目前施工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再过不久 光伏发的电就将投入到水厂的生产运行中了 天津水务集团的金冰威利亚水业有限公司 下设有金冰水厂和新开河水厂 这两座水厂每天产水能力达125万吨 每天用电13万度左右 一年下来用电量就有5000万度 用电量较多 如何降低水厂用电成本 高效能打造资源节约型水厂 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议题 我们也想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些 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光伏的发电 节能减排达到这种双碳的目标 最终经过多方考察学习其他厂区的经验 天津水务集团决定走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子 在水厂周围的屋顶空地绿地等区域 开发光伏发电项目 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空地 还能利用清洁能源 降低电费花销 不仅如此 根据光伏发电政策补贴 企业还可以给予水厂比国网电力低15%的更优惠电价 今年11月9号天津水务集团与这家光伏开发企业启动了试点项目 通过太阳灯光伏碗经过太阳照射它会转换一个直流电 直流电通过逆变器转换成交流电 这个交流电也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里边所使用的电能 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 除了供用水厂本身的用电 在水厂用电低风的时候 富裕出来的电能还可以反补给电网 供其他用户使用 经过测算 我们这个光伏发电的每年可以发电600万度左右 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5800余吨 相当于1800余吨标准煤的排放量 本台报道 一手持锤 一手握颤刀 在铜制物件上刻造出千遍万化的浮雕图案 这说的就是铜刻 这项记忆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咱们天津 依然有手工铜刻的手艺人 今天给您介绍的 就是李氏第四代传统刻铜记忆的传承人 李光明 这都是自己做的东西 都喜欢 但是每一个也不完美 我小时候我妈也引导我 叫我写字 叫我画画 小时候的记忆啊 对你什么 起一定作用 也很重要 尤其看一个好头 李光明 研习这门记忆已经45年了 家中这半面墙的铜刻作品 全部是他在业余时间手工打制而成 起底稿 赞刻 打磨 染色 一件铜刻作品 既考验匠人手上的技术 其中也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有一次我说妈妈这个 这怎么弄得那么薄 是吧 怎么我一磕它一扎它怎么就变形了呢 他说我记得我闪爷啊 用那个熟像 开一个态 把那个烟的或浸的 那个叶子 沾上了 趁着热 或者再上上磕 所以说在包的通常 它就有一种退让的感觉 哦 我从来我就知道了 的确不能用铁垫的 用那个样子 这个料啊 有退让性 这就是一个特别宽通的记忆 工与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做好同课 工具是否趁手非常关键 有时为了完成一件铜料赞花 李光明需要使用几十把赞子 每当创作遇到困难时 他都会拿出老爷留下的工具 用这样的方式 与老一辈的匠人 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 做这些赞子的时候 那么静致 在这么点一个短面上 做出画纹 磕出小叶子也好 背肠 教人看得舒服 是现在一百人达不到的 这种站子 所以我爱不释手 我都平时不舍的用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 作为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李光明借助自己 模具前工的本职工作 研制出更加适合当下 同刻材料的工具 看完这冰箱了吗 这个都不用了 改造成工具 和我制造工具 一个工具箱了 它这里头都是 我平时用的工具 我目测这些工具 大概得有 五六百六七百把的吧 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 跟很多飞夷传承人一样 李光明精言专一 却不善言谈 只有讲到手艺时 才会满脸放光 说到至今 他最满意的作品 就是眼前这幅 同刻片段 复春山居图 里面综合了人物 山水 传课 书法 所有元素 李光明 整整耗时 一个半月才完成 有的人 他没有经历 他就不理解 所以 他连看也不看 或者随便一看 看个热闹 我不行 我得琢磨 喝茶睡觉也琢磨 有时半截楼就行了 行了 就冒着动 把自己内心 一无之境 我也想把这东西 传下去 说到传承 65岁的李光明 显得有些惆怅 之前教过三个徒弟 中途都退出了 就连自己的女儿 也没能接班 得学技术 学字 画 摸棧子 还得学读帖 写帖 写画 这个东西 一般的情况下 三五年了 一般的 它就是达不到 所以说 这个徒弟们 学几年 一看也不挣钱 人就干别的 挣钱去了 罗毅 李光明的好朋友 也是为 非疑技艺传承人 一有时间 俩人就会坐在一起 交流技艺 如何让更多人 关注非疑技艺 加入传承中来 也是两人 共同关心的话题 光明老师 他是用站着去 一根一根的踢 踢第二根 不能跟第一根 有从何 而且距离还不能远 这个叫 这就是他的应功 这是我欣赏他的点 人们有些记忆是宾威的 宾威就是面临着 要失传了 要断绝了 还是作为一些年轻统治 作为传承 咱们这些个记忆 是吧 它也存在着 一个畏惧困难 而非传承 却记录了历史 传承了历史 甚至在体现历史 是吧 至于这些记忆如何传 那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能够了解 这个行业的人 大家来参与 来关注 来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本台报道 自动包装 智能检测 柔性装配 智慧物流 今天我们来看 天津海尔洗衣机互联工厂 如何运用智能科技 让生产更高效 这里就是位于 金南区巴里塔工业园区的 天津海尔洗衣机互联工厂 也是依托卡奥斯工业 互联网平台 打造而成的 海尔首个智能加5G智慧工厂 拥有四条总装生产线 三个智能模块区 以及三套智能物流系统 在5G网络的高速互联下 所有产线和模块的数据 都实现了互联互通 大大提升了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在这条波伦洗衣机的检测产线上 检测机器人充分发挥了 5G机器视觉 AI计算等先进技术 不知疲倦地对洗衣机进行质量把关 相较人工检测 智能机器人明显提高了工作节拍 和检测的准确率 您看这个后面这个条码 还有一个我们洗衣机上面的一些案件标识 这个是我们主要检测项 我们这个机器人它是来了之后 通过传感器识别到我们设备 您看那个视觉就是它这个感光 通过视觉和我们那个信号传说 就可以把这个信息进行一个拍照比对 进行一个AR的一个分析 我们这边的一个设备是一个移载机的设备 是把我们这个检测合格的产品 往这个我们中检这个线体去进行一个移载 如果说这块的检测不合格 我们就会将信号传输到移载机上 会直接进入我们的一个反修线 通过它两个配合 可以把合格和不合格的产品进行一个区分 针对于这些标识呢 我们以前是用通过人工进行去检测的 人工检测 我们前面站一个人 后面站一个人 每天要检测到两三千台 它的工作强度比较大 而工作强度大就导致 它会进行一个漏检或者是误检的情况 我们上了这个设备之后 针对于这方面 我们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一个检测合格率 相对于人力来说 每台机器提升到5到6秒 在整体产能上 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像这样的智能场景 在工厂中随处可见 并且不同场景间 做到了数据流通智慧协同 波伦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 是这里生产的两大产品品类 两者的生产设备 工序技术都存在着差异 可在这里却实现了贡献生产 两种订单可以随时 在这条产线上柔性切换 之所以能做到柔性生产 离不开产线上三千多个传感器 和上百项AI 5G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运用 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这个内容 本身就要支持我们的 不同的产品的规格 包括我们的仓库的物料 它本身也要支持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机器人本身对它的识别能力 也要有兼容识别能力和抓取能力 所以典型来说就是 比如说视觉的识别 那么视觉识别 在我们生产不同型号的产品 不同类型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怎么识别它 就是提到了我们IoT的技术 就底层物联的实现技术 在另一个物料从库里出来的时候 这个产品在进入现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识别了 它是什么产品 什么型号 就会把我们的识别技术的 这个内置好的程序 快速去调度 把两个程序快速切换 柔性制造和定制化生产 给企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 就是库存率的降低 和生产成本的下降 流水线上的大部分产品 在生产时就已经有了主人 下限后便可以直接发给用户 因为是由用户订单 来驱动我们生产 所以我们不存在 这个有库存的积压的问题 我们现在每个工厂 不入库率可以高达78%以上 我们就可以保证说 我们的再制品库存最少 那么它的再制品很少 它的资金占压就很少 对于企业来说的 真金流就会更充沛 能够投入更多的东西在生产中 提高它的效率 保底区的种植户刘伯强 今年头一回种植大白菜 经验少 最近赶上降温 白菜的销路还没着陆 老刘有点着急了 上午 接着来到刘伯强家的地里 看到大白菜基本收完 刘伯强告诉记者 自己是第一年种植 经验少 最近又赶上寒潮天气 给他们来了个措手不及 抢救及时 下一步就是要赶紧销出去 村里知道情况后 当天上报情况 大家一起帮着想办法 我们那个镇党委政府 包括我们村里边 一些爱情人士 我们是多方位的 全面去报道这个农户 滞销这个问题 很快 不少市民驾车来到村里采购 去农业部门也带来了食品企业 我们了解到农户的大白菜 产生了滞销 我们马上组织工作人员 联系保底的连锁超市 帮助来销售 每天能够销售三吨 包括政府给他们联系一些 研制厂 和他们自己找了一些销路 应该在一周之内 就解决了120万斤 都卖完了都卖完了 中国政府的一帮领导 给咱们积极的找客户 包括我们保底那个食品厂 咱们都上我这来着 放心了放心了 天冷了 咱也就心里不搁这事了 咱们只要能把它销出去 能把它变成钱 咱们已经很心满意走了 咱们农库 如果产生农产品滞销的时候 要第一时间联系咱们村委会 通过村委会联系咱们的镇政府 或者咱们区农委 我们可以发挥咱们区内的 蔬菜加工厂 还有咱们的中媒体 乃至于咱们市级的媒体中心 来帮大家来推销产品 本台报道 正规的种植牙到底应该多少钱 一直以来都是民众关心的 社会热点问题 日前针对种植牙价格问题 9月8日 国家医保局印发了 种植牙定价通知 明确公立三甲医院收费标准 为种植牙医疗服务费 4500元 不含直体牙罐等耗材 在收到政策的第一时间 我们作为医保定点医院 率先执行了医疗集采价 医疗标准的前提下 定价4990元每颗 一架全包的种植牙 含医疗服务 及植体和牙罐 之所以定价为4990元 首先是响应集采政策 其次 也是希望尽快帮助缺牙市民 恢复口腔健康 避免遭受低价陷阱 种植失败等问题 目前政策是每日限10人 报名电话 022-5896-9968 022-5896-9968 看牙就来海德堡联合口腔 数字化种植 美学正基 光动能美白 儿童齿科 一战式综合口腔诊疗服务 德国品质有保障 记者从事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11月30号零时至24时 我是疾控部门报告新增721例 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1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720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98例为非管控人员筛查发现 623例为管控人员筛查发现 各区分部详情如下 东立区98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29例 新利街10例 丰年村街3例 万新街2例 东立湖街2例 军粮城街2例 华明街2例 金中街2例 华明高新区1例 外地来今无固定地址5例 滨海新区63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8例 汉姑街3例 太达街1例 新北街1例 大姑街1例 杭州道街1例 新村街1例 静海区62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14例 王口镇6例 双唐镇2例 台头镇2例 独流镇2例 梁头镇1例 大丘庄庄镇1例 河东区55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9例 常州道街2例 中山门街1例 向阳楼街1例 唐家口街1例 大植姑街1例 大王庄街1例 外地来今无固定地址2例 河北区54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7例 光复道街4例 新开河街1例 王串厂街1例 外地来今无固定地址1例 北城区48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5例 清广圆街1例 外地来今无固定地址4例 南开区44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4例 王顶低街1例 新南街1例 鼓楼街1例 体育中心街1例 金南区35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5例 双林街2例 咸水沽镇2例 小站镇1例 武清区32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1例 外地来今无固定地址1例 河西区20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2例 岳秀路街1例 尖山街1例 保底区18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1例 大中庄镇 虹桥区18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3例 三条石街1例 钉子姑街1例 绍宫庄街1例 冀州区17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4例 游谷庄镇2例 出头领镇1例 孙个庄镇1例 和平区14例 其中非管控人员6例 小白楼街2例 武大道街1例 新兴街1例 南市街2例 西青区137例 宁河区6例 军委管控人员 今天都市报道60分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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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